美國和沙特拉伯之間的深刻分歧由來已久 沙拉曼國王的前任 已故阿卜杜拉國王反對奧巴馬總統和伊朗接觸 這個早已不是秘密 但白宮發言人歐內斯特堅持說 沙拉曼國王的缺席不會有影響 對於海灣阿拉伯國家來說 伊朗支持的湖塞反政府武裝 今年初攻佔也門首都趕走美國支持的政府 顯示出伊朗的威脅正在加強 他們出席今次高峰會議 就是尋求美國保證支持海灣阿拉伯國家 奧巴馬總統說 與伊朗談判核協議就對海灣國家代表著安全 但海灣國家就不太肯定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駐美國大使奧塔伊巴華 海灣領袖希望加強與美國的安全關係 高峰會議不會簽署任何條約 但將重點討論如何協調軍事反應 還將會討論加快武器銷售 建立一個針對伊朗導彈的地區分析 防禦系統以及聯合軍事演習 美國在海灣地區駐紮了3萬5千部隊 美國官員說 今次高峰會上不會宣布更多大規模成果 由於部分重要人物缺席 沒有人期望今次高峰會議能夠解決所有疑慮和分歧 但仍然希望 這是向著重建對夥伴關係的信心賣出的第一步 美國之音記者雷錄斯白宮報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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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修煙 修煙